位于赵祥公园的赵祥黄公祠 建于1920年 是佛山著名曾成耀 黄花祥如意游 创始人黄大年的祠堂 尤其子黄一南等 为其父按清代祠堂制式 兴建的大型祠宅走合式建筑群 祠堂气势雄伟 设计精巧斗道 装修豪华考究 是佛山现存祠堂式建筑的代表 主体建筑坐西向东 由仲竹线上排列的 头门、带堤、二进、三进、后进等建筑组成 为四进院落、四合院式平面布局 精致的门楣、三目四进的主线 还有各色的装饰 都在诉说着当时黄氏家族的雄厚财力物力 赵祥黄公祠 也是黄氏家族的气派的家族祠堂 黄氏家族是怎么发家的呢 后果还要从黄祥华一友 祖父创始人黄大年谈起 黄大年最初经营一家名为五福的花灯店 贤峰十年1860年 黄大年的父亲黄元吉 因中暑而卧床不起 得到当时佛山白衣安主持众议的药方 肩主引后便恢复健康 之后邻人 谁人有病 黄家便按方配药肩服 以均能治愈 黄祥华的第四个儿子黄一兰 根据配方提炼并创始如意油 以父亲之名将药油 命名为黄祥华万应如意油 随着药油销售日益增加 所取得的利润远远高于杂质、青花、花灯 于是黄家干脆把花灯店的招牌 换上了黄祥华药铺 开始专门生产销售药油 黄家也因此成为佛山首富 在佛山产业颇多 其中保存最好的就是当时规模宏大 装修豪华的赵祥黄公祠 自四十年代因战事而家道中落 如意油生产一度中断 部分药品也因此失传 第四代传人 使部分药方转至香港继续生产经营至今 2003年 佛山乐剧博物馆落后盖茨康 2004年正式改名广东乐剧博物馆 蓝品包括清代乐剧表演的 琼华会馆仪式 以绿组组织乐剧乐器五架头 由洋人灌入于清末的现存最早乐剧唱片 以乐剧木不音挂晒为题材的祖庙桃树瓦集 以乐剧六果大风向为题材的祖庙三门上的 金漆木雕花圆板和早期乐剧细符 蜜片迷茫等 造想黄空池完成了从传统风池 广播剧场上的现代博物馆的转变 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词 导演 积聚 预测 和声 上 由洋人灌入于思维 与一顶强烧音 和声 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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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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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